programmatic 你们这些研究在100多年前 还有在这个Urbanage公司的实验之前 你们在当时的科学家 你们有先来表示原子 在之前他們不曉得原子 他們沒有原子核的關係 原子核在上面從水的時間才告訴我們原子 原子是在原子 就知道如果它是散熱的時間才告訴我們說原子是一個原子核 原子核是在正面的 因為原子是中性的 那譬如說後來又發現了電子 你告訴我們電子是怎樣 電子是相對原子核的周面核 但這產生也很大的問題 因為很顯然電子必須要怎麼樣 我們最準確的想法就是 電子核應該是照原子核做運動 這是好害怕 原子核最顯然的程度是周面做運動 電子做原子核運動 那我們知道電子代什麼電子 代負電對不對 那原子是正電 那假設原子核不夠 那電子做原子核運動 你知道原子核運動有什麼特徵 必須要有加速度嗎 有相性加速度嗎 那你們所謂電子核 電子核告訴我們 是古典 電子核告訴我們 電子核帶電子核運動 做核運動加速度的時候 就會有什麼 就是輻射電子核 那輻射電子核 那輻射電子核 它能量有什麼 既然是輻射電子核的話 譬如它能量一直在怎麼樣 能量一直在消耗 那怎麼可能電子 電子核一直在消耗能量的話 怎麼可能會維持的軌道呢 所以你用普典物理的話 就沒辦法解釋這個物理 也就沒辦法解釋這個物理 所以波爾這作業很大的假設 波爾這作業很大的假設 他認為他的假設比較好 我把這個假設寫下來吧 給大家看 一些假設 小火 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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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火